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其巨大的爆炸 这能改变一切 说的太对了 你估计法王他会是什么态度 说不好 法王的心思高深莫测 我跟随他这么多年始终琢磨不透 这关系到我们西藏今后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一定要努力取得法王的支持 走 拉萨嘎夏政府的顿珠大人到了 怎么还不吹同情迎接 是这样 法王让我们迎接的是另一位尊贵的客人 顿珠大人请 今天啊 咱们寺庙里可能有法事活动 咱们进寺里再说吧 法王在吗 在 他肯定正在餐房里 请 请 法王顿珠大人到了 顿珠拜见法王 请坐吧 听说你在外留学多年 跟随龙夏在英国学了不少西洋文化 这对我西藏今后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东包法王法力高深 什么也逃不过你的慧眼 顿珠虽然跟随龙夏大人 在英国学了几年的西洋的现代文化 可还是差的太远 西藏的命运和前途还要靠法王您来安排吗 严重了 不知大驾光临有何吩咐 顿珠带来了藏军总司令 龙夏大人最诚挚的问候 眼下滇葬之间行事吃紧 民国大军以陈兵 滇东边界大展一处即发 不知道法王 早已知道了吧 不就是拉萨方面 有人至今不肯承认民国政府吗 民国政府是不能承认 在内地清朝已经被推翻 虽然建立了民国 袁世凯在北京也当上了大总统 可支持孙中山的力量纷纷起来反对 南北对峙 混战不休 这正是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 我专程前来 就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法王您的支持 这是三大四的意思吗 三大四尚未决断 这么说是顿珠你的主张了 顿珠不过是龙夏大人的一个随从而已 不过在嘎夏政府里支持这个主张 不知法王您的意见如何 西藏人口稀少物产不多 人民穷苦 还禁得起战争之祸吗 禁不起战祸该是内地 是自顾不暇的滇军了吧 我记得西藏与外国定约 严明只有文化商业上的交流 并没有军事上的同盟 难道说 嘎夏政府与外国人又有新的安排 那倒没有 刘主大人远道而来 一路劳顿 先安排膳食请大人歇息吧 多谢 你们去吧 我还要去接围客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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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法王却非常人也 新人长老 欢迎 欢迎 法王降价出营 虚云实不敢当 虚云长老 这些年来弘法护教 欲满中外 我藏地僧众 也是仰慕不易 虚云又何德何能 这都是我佛祖的恩子 你我拉萨一别 已有二十多年了吧 是啊 算起来整整二十五年了 恭喜法王如今已荣升为藏东法王 东宝不过是藏东一喇嘛 怎么能和举世同样 成为中国佛教领袖的虚云长老相比呢 出家人还讲这些吗 俗 这个汉地和尚是什么人 看来是颠葬佛教会的那个大德高僧虚云来了 虚云 他来干什么 我要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和你顿朱大人的来意差不多吧 你我佛门中人 其实出家入世都是为了我佛 要说俗 有时也是免不了的 只不过只是硬着头皮出来 多碰几个钉子罢了 难道法师到我这里来是碰钉子的 贫僧不敢相瞒 封臣仆仆前来拜见法王 这些人确实有所祈求 虚云长老 你不用多说 我已经料到你是来做说客的 想让我去见三大四活佛 让他们承认民国政府 与民国政府签订条约 务心干戈 法王真是慧眼观心 了如指掌 虚云这次千里前来求拜 就是恳请法王 慈悲为怀 护佑苍生 亭干戈 西战火 让我汉藏百姓能过个太平日子 长老 东宝无德无能 况且不问世俗 师不堪丹子众人 虚云长老还是另请高明吧 谁人不知法王是前藏第一元老 今日深受藏民的恭敬 法王学识高深 熟知内地和西藏的关系 及文化渊源 一直致力于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 和藏汉的团结 去年滇葬博教会的成立 就得助于法王的功德 如今要实现汉藏尼兵 除了法王 还会有什么人能够担此重任 东宝确实是力不从心 树难从命 长老远道而来一路劳顿 将出 先安排膳食 请长老歇息吧 是 师父 请恕我打扰您的清修 我们千难万险来到这里总不能就这么空耗着吧 是啊 师父 你说这东宝法王说他力不从心 这分明就是托死 眼看这一个月的期限就到了 如果得不到回音 这滇军就要向藏军开战 就是 咱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师父 师父 您得想想办法 师父 师父 谁能有您这样的道行啊 果然不出所料 师父 这个虚云和尚 正是蔡厄派来游说法王的 他想请法王出面 却说三大四活佛 曾任民国政府 并且还带来了一份和平协议 那法王怎么说 和对你说的一样 远道而来一路劳顿 安排膳食请歇歇吧 那法王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 这法王什么也没说 不过 法王拒绝了老和尚的请求 看来 他不会管他的事了 事情比我料想的好多了 看这白天 法王迎接那个老和尚的架势 我都忍不住的想 采用非常手段了 从现在看 我们不能成功的说服法王支持西藏独立 也要阻止他游说三大四活佛 签订和平协议 只要法王保持中立 我们就能实现西藏独立的计划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虚云老和尚 我以前也听说过 他在汉人僧人中很有威望 许多在别人看来办不到的事 到他手里都能办成 不管怎么说 他在这里有可能影响到法王的决定 变成我们的障碍 那你说怎么办 你怎么办 臣法王拒绝了他的请求 我们顺着山坡 再推他一把 赶走他 请进 来 什么 你们怎么能送这种吃的 我们不能吃这个 行了 孟良 他不懂汉话 让他去吧 谢谢你 师父 你能吃这个吗 我不能吃 你们还不能吃吗 我 孟良 你们吃吧 下面还有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吃不喝怎么能行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闭目打坐 狐狸 你说呢 我们紧赶慢赶赶到丽江 却在这打了一天的坐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想了一天也没想明白 其实万物都在变 事情都在发展 今天已经和昨天不一样了 明天还要变 该做的事情要做 有的时候等 也是在做 我里面要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 现在他在灰山里有说什么 江城里有的时候 那时候 他说他 Буд要亲到 他说他好 不能是 年轻的 能算你 那些东西 你的东西 你不想 你怎么还没有用食 姜朱喇嘛 你看这能吃吗 这可是上好的牛羊肉 这还是拉萨来的炖猪大人专门供养的 我们信佛不吃这个 我们也信佛 今天全寺的喇嘛吃的可都是这个 我们是汉僧 我们吃素 那可就不好办了 青菜素食比牛羊肉要贵得多 要是这样 我们可供养不起了 生活不习惯也真难为你们了 我看你们还是趁早回汉地吧 回汉地 我看这挺好 多好的牛羊肉 你看看 胡大哥 你不是昏星不济吗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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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 谁怕谁 多好吃 吃 我们藏人以前是不喝茶的 也不懂得品茶 这方面 这方面 徐云长老你是行家 说行家可就惭愧了 自古禅茶一味 其实藏人喝茶的历史也很久远了 听说文臣公主进藏的时候 除了带来了汉地的佛教 丝绸 也带来了汉地的茶叶 从那个时候起 茶叶就已经在藏地生根了 不错 就拿茶来说吧 汉藏之间也有上千年的交往历史了 我们西藏主要喝的是砖茶 不过最近在拉萨又流行起喝咖啡了 是从英国传来的 加上牛奶 比你们中国的茶口味好多了 顿卓大人 中国只有一个 那是我们大家的 西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话不好那么说吧 徐云长老说得对 汉藏地区历来是密不可分 要讲究历朝历代 松赞干部 迎娶文臣公主 早已传为佳话 就从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来说 明朝万历年间 达赖喇三世就曾智书当时的丞相张局政 表示要效忠朝廷 后来明神宗朱义军 封他为持金刚之义的朵之耳唱 达赖喇 达赖喇五世在顺治九年 到北京觐见清世族 第二年清世族赐给了他 汉满赖喇三体文字的金册 和满汉藏蒙四体文字的金印 正是册封他为达赖喇嘛 承认了他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 从此开创了西藏的政教合一 而这以后的每一代达赖喇嘛 他的更迭都由清朝政府来册封 这已成定制 我从拉萨跑到藏东来 就是想做一个清凉汉 世俗之事实在不想染指 这都是顿朱的罪过 实在不该拿这些俗事来打扰法王 江初 今天这茶味道怎么不对 是有一点儿 你去看一看 是茶叶不对还是水的问题 是 真不好意思 只好改天再泡好茶 请二位品名了 食物都吃了 人家就赶紧我们走了 师父 法王他答应了吗 答应什么 东方法王请你去喝茶 不就是为了和你聊聊天吗 你什么也没有说 说什么 我知道了 东方法王金口难开 还是没答应 没答应什么 那答应了 那答应了 这又是谁说的 那 我 东方法王的智慧是非常人可比的 他熟悉西藏的方方面面 他眼下不说什么 那是他有他不说的道理 不过我相信法王不会忘记 前年赵尔丰带兵征讨西藏 今天民国大军已兵临藏边 藏包纵然是能够得到 外国势力的帮助 或许能够战胜颠军 但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一旦民国局势稳定 岂可置之不理啊 兵战凶威 对 难免又有成千上万的汉藏人民死难 法王是不会吸三寸之蛇 而不顾千万藏汉人民的性命的 其实西藏很多活佛大喇嘛 内心深知 只有祖国强大了 西藏的安定才会有保障 法王大慈大悲 胸怀汉藏苍生 他一定会为汉藏尼兵尽力的 东宝溃兽了 我赶来陪礼又不是时候岂不更是你 法王请 蒙灵 来 徐长老佛心四海让东宝感动 我刚刚得知今天小寺供奉师当 为时不安 特此前来赔罪 法王言重了 这是刚刚熬好的一点青粥 请虚云长老享用 多谢法王 不过虚云是过午不时的 虚云长老至今还坚持百丈祖师定下的清规 佩服 明早我想请法师和我一起主持佛事可以吗 法王世下虚云定随左右 大家都知道 近来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佛事 俗事 大家事 要参透不容易 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闭关清修 法王 您有闭关 勋长老 东宝有一事相求 但请法王吩咐 在我闭关期间 请您为寺内喇嘛每日讲经一次 您看可以吗 法王有命 须云岂敢不尊 但贫僧道歉得宝 哪敢在法王的宝寺讲经说法 须云长老是当今中国禅门太斗 对大成经典领悟透彻 张老 您就不要再谦让了 东宝在此带全死喇嘛向您拜请了 法王万万不可 如此大礼虚云岂能销售 既然法王如此看重贫僧 贫僧答应法王就是了 多谢张老成全 大家都听着 从明天起 全死喇嘛都要在讲经堂内听经文法 严守清规不得擅自离开 讲出 有铁棒喇嘛执法 有你监管 是法王 东宝明天一早举行闭关一事 还请长老护送一程 贫僧倒是一定前去随喜 能听虚云长老讲经说法 这是千年难得的佛缘 所以我想不能让全死的喇嘛 失去这个听长老讲经修道的缘分 能不能就请与您同来的两位施主 为老衲护官 当然 为法王护官修行是他们的荣幸 那就这么安排定了 大家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师兄 你说这法王他怎么早不闭关晚不闭关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闭关 摸不透 不透啊 佛心身似海嘛 那什么时候能出来 什么时候参透了 什么时候就出来了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等黄花菜蹲凉了 他就出来了 没几天时间了 急死人了 极有什么用 你还能让法王 不闭关 是不能让他闭关 法王 这是贫僧阅读《棱颜经》时所作的笔记 请法王赐教 东宝一定潜心百度 阿弥陀 急沉到 请法王入关 不能闭关 不能闭关的法王 孟林 孟林 大慈大悲的法王 战火将临 浩劫在日 眼看着颠仓两极千千万万的黎明百姓又要夹破人亡 遭血火之灾 在这个时刻 您不能绝视闭关 大胆 你竟敢扰乱法王闭关 铁棒老爸 把这个孽障给我拿下 是 法王呢 佛家慈悲为怀 就应该救苦救难 维护生灵 消弥战祸 如果心无慈悲佛性 就是闭关修真 又能修出什么呢 孟林 我的妄言 太不像话了 把他押下去 是 慢 这个人是虚云长老的随从 应该交给虚云长老处置 法王慈悲 铁棒老妈 把他打出坛场 师父 慢 走 法王 急事已耽误 这闭关 这闭关 我便是 今天 要迈进关门 徐云长老 请你用精妙的佛法 为我祈福护行吧 法王珍重 庭僧定当尽力 阿弥陀佛 这是剑寺几百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事 他们竟敢阻拦法王闭关休真 我看是妖魔钻进了他的肚子里 它不但影响法王闭关休真 还会给寺院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除念消灾一定要成魔济佛 对 咱们找那个小子去 走 年轻人 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来干什么 你今天是闯下大祸了 这法王闭关你怎么也敢阻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法王一步步走上关门 眼前的战火就越烧越大 越烧越旺 我好想听到飞天湖底的喊声哭声 好想有人猛地推了我一把 我就拦在法王面前了 难道你就没有看到熊熊的烈火在包围着你 要把你划为灰烬 你快走吧 走 去哪儿 离开喇嘛寺 走得越远越好 趁喇嘛们还没有找到你 我送你出去 来 我不去 走吧 我不走 大家有什么事吗 我们要找那个年轻的汉人 魔鬼钻进了他的肚子 他把灾难带到藏地了 我们要驱魔降妖 他在哪儿 快把他交出来 对 交出来 佛弥陀佛 法王的发指大家都看到了 由贫僧来处置 扰乱法王闭关修真 但误了吉尘 这是什么 罪孽 那该怎么办 严加处置 怎么处置法 佛有佛法 似有似规 据我所知 在藏地的喇嘛庙里有铁棒喇嘛棒打 但在汉地的寺庙里则打香板跪香 徐云长老准备什么时候处置那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 好 烧完这炷香 我们再去佛堂做个了断 就怕早没有人影了 对 都跑了 别人了 徐云长老还在这 看着能跑到哪去 因缘果报谁能跑 好 我们现在就去佛堂 好 我们现在就去佛堂 我们现在就去佛堂 在我今天就去佛堂 在我家里有没有人影的 老爷爷 匠楚喇嘛 你看是按喇嘛庙里的嗣规 还是按汉帝庙宇里的嗣规 法王让须云长老处置 就应该按汉帝的嗣规 拿香板来 徐云长老 那该受处置的人在哪儿 什么事 什么事 没见 是啊 大谁呢 就是 行 好 孟林 你去哪儿了 路上 为什么又回到佛堂 那是条基图 怎么走上的 一念之差 铁棒喇嘛 慢 徐云法师 他既然是你的随从 又是汉人 有藏族的铁棒喇嘛来执法 恐怕不合适吧 段柱大人说的对 这香板应该交给虚云长老 你阻挠法王 闭关休真 冒犯佛规 这一般打下去 你会觉得冤枉吗 不 师父 族有祖法 家有家规 我该受到惩罚 这奥和尚下手可真够狠大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苦难就是福祉 烦闹就是福提 师父 你说过 这是佛陀的恩赐 这个老和尚可真够厉害的 真够厉害 整整打了三十大板 我看那个年轻的汉人才厉害 打得那么狠 他连哼都没哼一声 哼哼不还得跪四柱下 你知道什么 要不降出大喇嘛他们也不答应 小祖祖 走 大喇嘛慈悲 各位喇嘛慈悲 东宝众八法王慈悲 法王 要我从今天起为大家讲经说法 我从云南基足山驻圣寺到贵寺院来参访 一路上走了快二十天 为什么 难 难为什么还要走呢 地藏王菩萨发大誓愿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地狱为空势不成博 师傅 孟丽 你不要动 现在好点了吗 好多了 没什么 你不要动 我给你上点药 多谢师傅 世上军令严肃 令行如山倒 谁也不能违抗 孟夫 我所说的法也和军令一样 作为佛的弟子只有依法奉行 绝不能有丝毫的违反 我知道了 孟灵 你有愿吗 无愿 无愿 可我 还是有愿 师傅 东宝法师闭门不出 袁世凯给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我们怎么办 眼看着灾难灭顶到丧汉百姓 我们怎么办 总不能天天这么给喇嘛讲经吧 有些事情是看不明白的 东宝法王让我们讲经 那我们就讲 讲经也是为了祈求和平 为百姓求福 他明天还讲 讲 说是要讲冷颜经 可得讲好多天 是啊 说是要讲到等法王闭关出来 好 法王闭关越久越好 最好等死他们 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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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总统又来电了 告诫我们不要谈恋和平解决问题 都督 这一个月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还等 不是还有五天时间吗 要是从现在算起 应该是还有126个小时 可现在 都督 虚云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们还等 对 现在就是要等 等什么 等到和平解决彻底没有希望 不 等到虚云法师带来和平